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好,大家請坐 大家要趕趕的分享 為什麼要你分享? 實際上,當你講出來的時候 那些信息和你相應 你就再次的得到一些加持 同時通過你們的分享 增加同修的信心 因為不同人見到的不同東西 它都是一些碎片 如果大家在分享的過程中 把自己的所見 提到於深、提到於心的東西 分享出來 就幫助每一個人 把智力破碎的東西 並且最後拼成一個完整的圖片 就可以展現出整個的修煉之旅的所得 大家要重視就是 雖然你見到的都是碎片 或者是提到於心的一些感應 都是一些部分 但是實際上你整個的修煉之旅的所得 是全部的 是一個完整的 只是說你的心當時朝向哪個面下 也就是說你在往前看的時候 身後的東西也在 但是你沒有看到 不是說它不在 有些人說我什麼也沒觀到 我什麼也沒感覺到 那是不是我就是這次就白去了 那不是 是因為你的心還沒有像鏡子一樣的明 當你的心能夠像鏡子一樣的明起來的時候 明了心了 那麼你才能夠觀得清楚 觀得明白 如果是你打到了一個虛空葬的一個水平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無以遺漏的觀 那就是整個的全體是怎麼回事 那你就可以觀得到 否則你的心就像一個鏡子 你照向什麼地方 你照向什麼地方 你只見到什麼 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們的心是個求行的 它是個目的寶珠 那麼在這個珠子的前後左右 都同步在展現著東西 那大修行人他是這個珠子 他是跳出去了 從虛空往回看 一般人是要從心裡往外看 因為到大修行明星見性以後 空性了 無我了 然後就沒有自己了 沒有自己你就是虛空了 那什麼東西可以逃過虛空呢 有沒有東西可以逃過虛空啊 沒有 所以孫悟空再厲害 他逃不過這個如來佛的什麼 手掌心就這個道理 因為佛是什麼 進虛空變法界的大虛空了 你孫猴子再怎麼跳起 能跳出這個虛空去嗎 所以是大家要好好修 往這個地方去修 那這個修煉之旅為什麼這麼重要 實際上就是這一生你要幹什麼 你先要明白 那你這一生要幹什麼 所以大家呢這個有的是新來的 有的是老血眼 但是我發現最近開始呢 時空廠開始啟動以後 很多新來的他的這個根性很好 這個老的呢 學成皮子了 什麼叫皮子 就是這個懶惰了 覺得不珍惜了 這個就學的這個老油條了 這個不好玩 那新來的人家在外面找了二三十年 到了我們這個道場以後發現 哎呦 找了一輩子的東西 原來都堆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很珍惜很精健 所以是無論新來的 無論這個老血眼 你們要從根本上去修 就是這個根本是什麼 你要問自己 我這一輩子我要幹什麼 一定要好好問自己 問到自己清醒明白的指導答案 那我們大家這一輩子來幹什麼 你們受的時速教育 是讓你們成為什麼 有名的人 成為有錢的人 有社會地位的人 但是這些是不是究竟的所得 那他們不究竟在於 這些都是幻想幻覺 為什麼 當你死的時候 那你這一生經歷的所有的東西 都像一場大夢一樣 你夢裡中了幾百萬 夢裡你當了皇帝 夢裡你擁有了一切 當夢醒十分 你這一切都是幻 叫夢幻泡影 那麼我們只不過是 明白人 修煉好的人 他是先醒了 就是別人都在做夢 我先醒來的 眾人結罪我獨醒 醒了個什麼道理呢 就這輩子我如果只是追求這些東西 那麼這終究是一場大夢 最後我什麼都沒得到 白來了 你做夢賺到了錢 做夢得到的社會地位 醒了是沒有的 你什麼時間終究要醒一次呢 死的時候 我們死的時候 當靈從軀口中脫體的時候 你一定會醒一次的 到這個時候醒來的時候 知道這一生屬於肉體的東西 屬於張捕生這個肉體這個名字的東西 當你死了以後就一切結束了 因為你的靈不死 下一輩子它不叫張捕生 所以是張捕生 標注在張捕生名下的東西 一切都是灰飞煙滅了 不再存在了 因為你死掉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這個結果 有些人覺得我還年輕啊 我還很健康啊 我想不到那麼一個問題啊 這個古人說得好 自古孤墳多少年 什麼意思啊 你是少年你是青年 你覺得你不會死 不是啊 孤墳是沒有人拜的份啊 他沒有結婚 他沒有生兒育女 他就死了 他死了他父母也死了 所以這個就成孤墳了 就是沒有人去陪伴 沒有人去祭典的 就變成孤魂野鬼了 他為什麼呢 他就是覺得他還年輕啊 所以你們知道咱們新加坡 前不久一個軍人 很年輕也走了 那你活到現在不容易 所以再活下去你要追求個什麼東西 我們的一個師兄的樂父 今天這個凌晨也走了 那樣文的樂父也走了 這個清明節大家還見到他來 坐著輪椅來參加法會 所以大家要知道生死啊 生死只在呼吸間啊 所以人終究是要死的 你不會不死的 那這個我們這個 在這個南傳佛法裡面 它有個念死的法門 念死的法門就是 我今天待會兒老師講完課 我可能出去就摔死了 一不小心就會死的 那麼我在當下幹什麼 我死的當下我在幹什麼 我才還想著賺幾百億 我還是想著出什麼名 我還是想 沒有他就是念死 就是我隨時都可以死的 搞不好我們待會兒地震 這個樓塌下來我們都死了 但是在死的當下你在幹什麼 所以念死法門就是要求我們在任何的時候 都回到自己的心中去 不是在外面追求什麼的 而是看看自己的心的當下 是否在空性、明性、覺性這個裡面 如果我們在空性、明性、覺性的這個明心的當下死了 你解脫了 雖然你的肉體沒有解脫 你的這個命功沒有解脫 但是你的性解脫了 你可以生死自在的 回到法界 回到本尊的這個淨土裡面去的 所以說我們念死法門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死是在當下的 不是說明天死 明天死 我幾十歲死 不是 當下我就死了 我活著 但是我做一個活死人 什麼叫活死人 就是你活著你是死人 那你有這個習慣的時候 你不怕死了 為什麼 你因為已經死了 你已經死了 隨時都在死著 正是因為你念死 你不是活著的 所以你對這個世間的東西的追求 不再追求 而是時時刻刻在檢討自己 我是否在自己的明、覺、空這樣的一個力量中 在一個境界中 來應對這個沉世間的每一件事 記住你不是真死人 你是活死人 所以活死人必須面對這個世界 你的工作要做好 你有病要去治病 你所有的東西 那麼都要去面對 你要做父親 你要做一個經理人 你要做一個母親 你要做兒女 所有的東西 你都必須去這樣去面對的 必須去面對的 所以不是不面對的 死人就不用面對了 肉可真死了不用面對 活死人是要去面對的 這是明心的一個境界 但是光明心行不行不行 還要見性 見性你才能夠心造萬法 所以見性 我們在功夫界是什麽呢 就是要見到自己的那個真佛 叫清見如來 清見如來 那麼見性有兩種見性 一種是只是知道自己有佛性 空明覺一片光 這個時候 你還只是見到了一個佛性 沒有見性體 你要清見如來 不是這樣 清見如來 你還要見到自己的那個活潑潑 有生命力的佛體 那這個佛體 其初是什麽 一團光 就是鬆散的明光把它凝聚起來 變成活潑潑 圓陀陀 光陀陀 光而不要的 一坨一坨的光 一坨 這個是見性光 第一個見性明 你還沒有真正把它凝聚起來放光 然後第三個是什麽 清見如來 如來 無相 是前面的這個過程 感到後面的無相無不相的時候 它是有相的 這種相是肉眼不可見的 但是它真是存在的 所以這是見性 一定要見到自己的清見如來 清見如來以後還要見到它在做什麽 這就是什麽 修命功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作為肉體你做了一個模型 你要做一個佛像 你非得有個模具 這個模具塑造了什麽樣子 把銅、金、銀灌注進去 然後翻出來的佛像就長什麽樣了 所以釋迦牟尼為什麽 反复強調我們人生難得 是因為你天生父母給了你一個很好的模具 這就是你的肉體 你用這個肉體這個模型 這一生有希望塑造一個真正的金佛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見性的深層次的這個部分 所以當時五祖跟六祖講 六祖悟到了 菩提本非樹 明鏡一非台 本來一物一物 何處惹塵埃 他以為他明行見性了 結果五祖跟六祖說 此一位見性也 這句話很重要 這句話一直以來被誤會了上千年 從唐朝到現在 一直不被誤會著 說什麽 我祖怕人害他 故意的這樣說 這把一個祖師 真言宗的祖師 就變成一個爛說話的老頭了 你是褻瀆祖師了 你不知道這個見性 裡面有見一個性光點 性光團 要親見如來見性光體 它是要有次第的 是我的第一個禅宗師父 呂少爺愛恩師 他就跟我講 他說 那這個六祖得了法 在五祖得法以後 他這個天下這麽多眾生在受苦 他爲什麽不馬上去傳法 我說那不是說人家要殺他嗎 你看我們這個大學生學佛問題多多 石宋人學佛問題多多 都用人心在學佛 師父就笑 他說他爲什麽要在山裏面練十二年呢 那我說不是練十二年是躲了十二年 躲了十二年人就不殺他了 要殺的那些人都不殺他了 你們就是這樣用大腦學佛的 因為我也是這樣的 用人心在學佛 用人的左思右想前思後想 或者是根據一些世間的一些傳說來學佛 你沒有真正的懂其中的意思 李恩師說不是 性功 性功是命功 這個不是你們理解的那個性命雙修的性 就是在性這個部分 你們理解的性命雙修的性是心性的性 心性這個部分 明心這個部分 那麼在這個性真正有性體誕生 命體裡面以你的模型再塑造一個你 是金佛 他不是實素的人的身體 他已經是你的一模一樣 但是他已經是佛體了 他裡面已經充滿了 填充了 無量的光了 已經用這個光造了他的整個的身體 就像一個氣球有了個殼 我充了氣了 他就成形了 不充氣把氣一泄 他就塌了 變成一堆皮了 這是性功 這是真正親見如來 這波法在哪裡 當時的原師說 你呢 將來還會遇到師父 因為我當時在大學裡面 我說我不要上學了 我要跟著師父 他給我中脈灌通了 半個小時用掌力 什麼叫灌頂 所以那個時候我頭頂就有一個洞 為什麼是他幹的好事 他用他的掌力 我那個時候才18歲 那個時候還屬於童真體 然後他很容易把這個中脈灌通 他說我們師徒的語言就這樣 然後那將來你會遇到很多師父 有些師父會教你這個部分的 那你要去學習 並且要救佛教 那麼還要學科學 用科學知識 然後加上古生先賢的 真的功夫 來讓釋迦牟尼的佛法廣大 這一回憶 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今天是感慨萬分 那這個告訴大家 佛法不是你們這樣玩的 不是你們這樣的傾聽點水式的修行的 所以是六祖這樣的慧根 他都要去苦修十二年 得到法了 得到技術翹絕了 然後在山中練了十二年 然後他的精佛成就了 他的自信佛成就了 就不會再變成凡夫了 然後才出來傳道 才是真祖師 不是說學了一點就出去賣攏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任何一個大成就者 從釋迦牟尼到今天 不是只有釋迦牟尼成就了 釋迦牟尼在世的時候 他交到徒弟中間 成阿勞漢成菩薩的果位的 在他活著的時候 和那些人活著的時候 就已經成就了 怎麼可能說 只有釋迦牟尼一個人成就了 從廉師傳古藝派佛法到今天 成就紅光身 紅化身的這些大成就者 現在據不完全統計有十萬人之眾 所以大家為什麼要有信心 有的人說 哎呀我們只能等彌勒菩薩再來了 不是這樣的 是你要維護釋迦牟尼的佛法 還有七千年 你要做棟梁 你要做一個真正成就者 你才能做棟梁 什麼叫棟梁 那根柱子 把這個大廈頂起來的 那根柱子 如果一個成就者沒有 這釋迦牟尼的佛法是撐不下七千年的 所以怎麼才能夠真成就 這些佛法今天到底存在什麼地方 釋迦牟尼說依法不依人 不是通過人去尋找 要去找到那個法 實際上這些法都在你們的心裡面 為什麼很多人到了尼泊爾以後 有回家的感覺 這些東西都沒有丟失 都在你的心裡面藏著呢 你這生生世世的尋找 實際上不用到處去找 找到自己的內心 打開自己的心電 然後這個藏經閣都藏在你的心中 這叫義福藏 通過你打開自己的先天意 你五十節生死輪迴中 學到的東西都在你的第八阿賴耶史裡面的 這個大倉庫裡面 所以大家要知道求什麼佛法 你只求一個念經 念一生佛號的佛法 只是天天拿著經在那念的佛法 這是不是佛法呢 這是佛法 因為你念的釋迦牟尼的東西 你不能說不是佛法 但是這個叫不了義佛法 什麼叫不了義? 就是你不能成佛的佛法 只能熏悉你 不丟失你佛教的信念 或成佛的信念 只能起到這麼一個作用 它不能讓你真正成佛 真正成佛的叫了義佛法 了義佛法就是什麼? 你學到了這一輩子成佛 了了,了生死了 究竟意義上就是出六道輪回 不再生死輪回 這叫了義 讓你做好人,說好話 存好心,做好事 這不叫了義佛法 這就是天道的種子 這是因為你太餓了 讓你積累一點福報 積累一點福德 是這樣的佛法 它不是究竟了義佛法 究竟了義佛法就是什麼? 你找到了以後 準備著這一輩子成佛 這就是究竟了義佛法 所以佛陀在年盤的時候 特別交代他的後世 一教弟子 要尋明師 求了義佛法 這個明師不見的是一個 你可以遍求 就是哪裡聽說有在叫了義佛法的 你就去求 這個我在傳法中一個最大的障礙 不是說大家不想成佛 是大家都有師父了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這個封建毒根 這個毒刺 在你的心中 扎下了一個很深的根 這不是釋迦牟尼教的 這不是聖賢教的 這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 怕你跑了 弄個套把你套著的東西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沒錯 是你對小學老學,幼兒園老學 老師都要恭敬 像父親一樣的那樣恭敬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沒有說一輩子我只有一個老師 那你就跟小學老師學到現在了 你跟幼兒園老師學到現在了 一個世間法你都要便尋明師 不停的升級自己 怎麼一個出世間法 你就糊塗了 你笨了 你蠢了 你跟一個人就可以稱佛 誰跟你們這麼講的 所以釋迦牟尼說 這個依法不以人 今天答應 我的師父是誰 我的師父 你真是迷信 你真是封建毒素 你跟了一個皇帝中軍 我下次 人家明朝已經推翻了前朝 我不認明朝 我還在那 跟著前朝 這叫守舊 這叫頑固不化 這叫大逆不道 道運天運 已經變了朝代了 你要順著朝代走 順著時空走 釋迦牟尼怎麼教我們的 法門無量試驗學 這法門無量試驗學 一個師父會無量法門嗎 會 你要找到這個成佛的師父 他是無量佛了 他是無量光了 他正通了 這個可能 但是你一輩子 能不能遇到這個師父呢 未必 所以我的幾個上師 熊春景教授 一輩子跟很多師父學過 滿意上師呢 在藏地裡面 也見過一百多個活佛 受灌頂侵傳的 有二三十個上師 所有的師父 只不過是我們的友伴 就像文殊友 文殊菩薩 他都是大菩薩了 還叫文殊友 什麼意思 他是我們的師兄 因為只有釋迦牟尼 才是我們的師父 從佛教這個角度來講 釋迦牟尼 是我們的本師 就是一棵樹有一個根 有一個幹 幹為本 所以我們學的是 釋迦牟尼佛的佛法 不是張布生的佛法 不是某某上師的佛法 不是某某山頭的佛法 所以這次我們在尼泊爾最大的收穫 是要歸宗認 認主 認住 根本 我們的根本的師父 只有一個釋迦牟尼 我們修密法 只有一個根本上師 有的人說 你看某某某是我的上師 說是我們天年念 歸於上師歸於佛 歸於法歸於僧 歸於上師歸於佛 歸於法歸於僧 那麼張布生是我的上師 我就只能認張布生 我就不能再認其他的上師 我說你錯了 這是你的上師 別有用心 而且當你念歸於上師的時候 是歸於根本上師 蓮花生大師 它是我們密法 八宗共同的根本上師 所以你念根本上師 歸於上師的時候 不是歸於張布生的 你不能歸於一個活著的人 他只是給你做歸於的 那個幫助你去歸於 金剛上師 金剛洒徒 歸於根本上師 蓮花生大師 但那個入黨介紹人 你們知道你們要入個黨 要有一個介紹人 他就是那個介紹人 他就是幫你做這個儀式的那個人 你不是歸於他了 你不是聽他的 因為他跟我們的中學老師 小學老師一樣 他是我的入門介紹人 幫助人 引領我的 所以我尊敬他 我像父親一樣的去尊敬他 去愛護他 是這個道理 你不可以歸於一個人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今天我們在整個佛法界 封建殘餘的流毒 西藏的活佛制度中 很多是烏七八糟的東西 什麼東西 奴奴制的東西 因為西藏沒有經過封建時代 什麼意思 他就是在中國解放西藏的之前 他一直是屬於奴隶制時代 你們學過歷史 有奴隶制封建制 奴隶制是什麼 奴隶制就是說 你是我的奴隶 然後你生的孩子也是我的奴隶 你的老婆也是我的奴隶 你這一家人永遠就是我的奴隶 這是叫奴奴制 西藏原來實行的正體是奴奴制 並且是正教合一的奴奴制 就是班禅打來有很多的奴隶 他要殺誰都可以 他要把誰的腿敲下來做那個號都可以 他要把哪個少女的皮剥下來做骨都可以 這是一個奴奴制的時代 是落伍於今天時代的一個時代 所以你們跟西藏的很多所謂的活佛在學習 千萬要注意他們是別有用心的 要把你做成他的奴隶 賺錢的工具 養活他的工具 而不是想讓你成佛的 因為他骨子裡他有這個東西 他沒有經過時代的改革 沒有真正的重視人權 重視眾生都是佛 釋迦牟尼當時打破的東西 他們現在在維護著 釋迦牟尼當時在印度的時候 他是要打破種族的界限的 打破什麼是尊貴人 什麼是不尊貴人 所以他告訴妓女 比你們成佛都容易 那個街上撿垃圾的乞丐 比你們成佛都容易 所以大家要知道你要震撼在這個地方 你是要成佛 你還是要找個爹養著 還是要找個奴隶主來支配著你 迷信的東西 個人崇拜的東西 在我們佛法界污染著 糟蹋著純淨的佛法 釋迦牟尼講究眾生兵等 我們對我們 當我們皈依 做私皈依的上師 我們是一種恭敬仙 像父親 父親他是生我肉身的 師父是幫我領進門的 我恭敬有什麼不對 要恭敬 但是不是說這個人說什麼 他都是對的 你一個人 他有一個人的身體在 他就有人的情思 有人的慾望 你分不清他什麼時間是人 什麼時間是佛 甚至很多他根本就 連佛的邊他都沒沾的 只是披著佛的 披著羊皮的狼 像他特別的多 只是滿足自己個人私欲的膨脹 以佛法為旗號 打著佛法的旗號的 父佛魔鬼 所以我們聽起言要觀起行 好的上師都讓你們知足常樂 不要對今生的地位 今生的錢財 今生的欲望過分的追求 這是好的上師 讓你更多的時間來修法 修煉 使更多的金錢為修煉去服務 是這樣的好上師 因為他心疼你 你墮落了好多年 墮落了好多事 你真是好不容易 真的遇到明事 真的遇到明白的佛法 真的遇到了一生成就的佛法 你不要再浪費這一輩子 你沒錢沒錢 你找我我們有個大家庭聯盟 我們可以找人捐錢讓你修道 找你捐錢上喜馬拉雅山去 你沒錢 你真要修 你真發了菩提心 你真發了出力心 你真要度眾生 那師父就巴不得你趕快的成就 你比如說你去賺錢吧 你賺了錢 錢夠了再去喜馬拉雅山 你錢夠了再來找我修煉 不是這樣的 問題是你發了菩提心了沒有 問題是你的出力心生氣 你自己貪有錢不肯花 有錢去買房子 有錢去買金銀首飾 有錢去吃大餐 沒錢修煉 這種人你騙師父騙不了 師父一定要你花錢去的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現實 我們有些學員過去是 因為羅漢托空婆 己會不給福 這輩子生活的不咋地 但是他慧根很利 你們要贊助這種人 他就差了一點福德 他慧根很利 他是羅漢托空婆那種型的 你把他的福報給他填滿了 他成佛 附會兩祖尊 他這輩子就成佛了 他成佛有啥好處 你是大功德主啊 你這功德圓滿了 功德圓滿你也成了 雖然我們的動機不要這樣 而是要看一個人真出離了 真發菩提心了 真在劍行著佛法 劍是實踐 不是糟蹋 是真在實踐著佛法 那麼這種人我們 不是說非得要你有錢才能去的 連機票都可以找人捐給你 希望你珍惜這一輩子去成佛 所以今天藉著寧波爾修煉之旅 也把這個話遞給大家 你們不要過分地在錢財上去積累 不要過分地在社會地位上去追求 我當年修煉的時候也是這樣 熊老師跟我說了好幾次 說你還傳法了 我說師父 嗯,no 師父說為什麼 等我賺到幾千萬幾百萬的時候 我就可以蓋一個大廈 然後免費地讓那些人來學法 師父搖搖頭 然後幾次讓我出來 說教學了 要教學了 你學了一肚子東西 這一輩子 你的任務也是這個樣子 他說你肚子那麼大 音箱又好 自帶音箱的 你看 沒話筒也是可以遠傳很遠的 聲音又好 他老說他自己是破 這麼公鴨嗓子破羅嗓子 他說你那個聲音一說出來 震撼人天 你趕緊出來講吧 他老跟我開玩笑 我說沒錢不幹 等我有錢了 等我有很多很多錢了 我就什麼都不幹了 我就 蓋個大廟 蓋個道場 然後大家來免費地聽我上課 所以大家知道這是魔鬼 這是錯誤的 你以為你用很多錢你就能哄法 你用很多錢的時候 你的福報到頂了 你死的比誰都快 人這一輩子你該有多少錢 是一個定數 聰明人是老是不夠 什麼意思 我一輩子應該有一千萬 好了 我就不讓他打到一千萬 所以我死不了 為什麼 怎麼可以打不到一千萬 我賺到幾百萬的時候 剩的我趕緊捐了 我一千萬我連五百萬 我都不讓他有 為什麼 我到快到五百 拿一百萬捐了 就剩四百萬了 我又死不了了 聰明人是這個樣子 他這個 你這一輩子是有多少錢 是個定數 到那你一定會死的 你不信試試 你說我這一輩子 該有一千萬 該有一個月 我實際上賺到了 你就死了 多少演員 死得那麼早 二三十歲 三十四歲就死了 名氣超過他的 這個這一輩子的名字 錢超過了這一輩子 應該有的錢了 他也不捨 他也不去俘虜大眾 所以他老是存存存 存到了 死了 因為超邊了 這輩子俘虜是一個定數 所以為什麼大家把錢拿去修煉 拿去捐給老人院 拿去贊助這些佛教事業 去拍片子 去教育更多人 那你的錢老是不夠 老是不到那個數 你死不了 這是俏訣 這是常授佛的俏訣 沒有像你們這樣 攢到一個樹 你想捐的時候 沒機會死了 死了你捐不了 錢都是你兒孫去拜見了 反倒他們坐見業力了 因為不是他們的錢 他爛花 不欠債了嗎 兒孫的錢是兒孫的 不是兒孫的 你給他了 你給他了 他不欠債了 那不是他掙的 你們只能 這個聖賢都告訴 你們只能用 你們賺來的錢 什麼意思 你是某某某張卜生的兒子 張卜生給了你一千萬 這是你賺來的錢 這是天上掉仙餅掉下來的 這個錢趕趕不能用 趕趕去捐了 趕趕替父母 替祖先做功德了 剩下的錢我自己賺 我憑我的勞動 憑我的智慧 我賺來錢 我再存 再積累財富 現在的人好嗎 老子不死還咒著他死 去看看死了沒 死了趕緊給他辦喪事 那遺產是我的吧 分到我的名下了 大家要知道很噁心現在人 你的心裡的那種陰的東西 你要把它驅散出來 所以一日為世 終生為父 不要把它當成金骨粥 這個法門無量試驗學 大家要不停地去參訪 那我們為什麼要從新加坡走出去 到世界各地去 我們就是學習 學什麼呢 無失智 這種無失智來在哪裡 當你的心靜 空 明 絕 三立 擁有的時候 你進了十家殿 進了十家祖位 十家母尼做的等身精妙 那麼你看到的那些東西 你當下就明了 他表什麼法的 這個時候憑什麼你就知道了 有個人告訴你的 他不叫張卜生 你不用瞪眼看我 他叫十家母尼 因為你在十家母尼的等身精妙裡 沒有你自己了 你全身心的都是十家母尼了 結果是那個廟裡是十家母尼留下來 要告訴你的秘密 你的心是虛空 十家母尼的心是虛空 虛空對虛空 然後十家母尼的心音 又通過這些東西 這些金剛褚啊 金剛靈啊 這些廟裡的塑像啊 他就要通過這個 為什麼他留下來 他的後人給他留下來 他就要通過這告訴我 我十家母尼當年是怎麼修成佛的 我是怎麼誤導 誤導了什麼 所以我們最近在走班子拍這個紀錄片 拍成十家母尼有話要說 十家母尼怎麼告訴我們的 你如果到了空性 沒有自己的時候 你見到十家母尼的像 見到他留在他的出生地 留在他的這個傳法地的尼泊爾 這些古廟這些古物 這些都是十家母尼的意 意就是心音 你去了就可以以心應心 叫外別傳不理文字 你們天天去找文字學佛 錯了 真正一生成佛的佛法在這兒 叫以心應心 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 不理文字 斯家母尼的古廟 你去了有文字嗎 有文字你盯著文字看 你就是被人誤導了 沒有文字 不理文字 叫外別傳 你信宗教有好處嗎 有 只是可以讓你不做一個壞人 因為你怕逗地獄 但是你要這個 諸我不做眾善奉行 自敬其義 是諸佛之教的教育 心應傳教 是教育不是宗教 釋迦牟尼創宗教了嗎 你在誹謗釋迦牟尼 釋迦牟尼沒創宗教 所以你們見到的宗教遺軌 誦經怎麼誦 超度怎麼做 這些都不是釋迦牟尼教的 因為釋迦牟尼在世的時候沒有這些經 沒有這些經 他拿什麼遺軌來做 地藏本願經拿來做遺軌 大圍燦拿來做遺軌 良王寶燦拿來做遺軌 沒有的 哪裡有這個東西啊 沒有經嘛 釋迦牟尼是捏盤了之後 弟子們為了防止釋迦牟尼的教化 不能夠完整的流傳後世 而被歪水和尚都傳歪了 所以他們五百大阿羅漢發心集結經典 這才把釋迦牟尼的活著的時候講的經 通過歐難的嘴 把他送出來 然後經過那些大阿羅漢認可 對 釋迦牟尼就是這個 但是歐難你剛才講的時候漏了一句 應該把那句要加上去 我聽當時有這麼一句話 說這樣反覆的五百個人在一起集結 靠自己的這個回憶 五百個人拿各自的碎片 把釋迦牟尼講的般若經 阿彌陀經 地藏菩薩本若經 拼成一個完整的經典 說這個歐難也不敢講 是他自己講的 說如是我聞 就是事實 我是這樣聽到的 我聽到的是事實 事是真底 不是我的 釋迦牟尼就是這樣講的 說你們現在整天捧這個經能成佛嗎 你整天參加一些法會 以鬼能成佛嗎 你省省心吧 這都不是成佛之路 這是使你這一輩子不至於忘是佛 不至於忘了佛 所以你們就是沒有忘佛 但是更多的時間你們沒有忘那個馬尼 沒有忘錢 你們記得牢牢的是那個錢 是那個馬尼 是你們要的社會地位 是人家對你的吹捧 是這個 你更多的時候是把佛忘了 什麼人才不可以忘佛 你把佛入了心了 心裡有佛你就不可能忘佛 怎麼樣才能做到心裡有佛 你沒有自己 你就是佛 你才可以做到24個小時 不忘佛 叫念佛益佛 念就是念念不忘 意識意念 念念不忘 念佛益佛 當下即佛 這是釋迦牟尼的真正的教話 所以大家今天學佛的人 多少學錯了 為什麼一生不能成佛 沒有一個佛陀 說24個小時 只拿了10分鐘半個小時在念佛 剩下的23個小時都在念前 他成佛的 你聽說了嗎 所有的成佛者都是念念不忘佛 然後去用自己的身口意念佛的身口意 展示佛的身口意 最後他用了多少年的時間成就了 所以大家要省省心 你們要轉轉念 雖然待會要傳你們一個自信佛的法 但是你們先要轉轉念 就是你的出力心生起了沒有 你的菩提心生起了沒有 你的大悲怨心 怨為度入母眾生我怨成佛 這個大悲心生起了沒有 沒有生起你學什麼法沒用 真的沒用 學法多了無意 所以為什麼要講經說法 前面一定要講一點經文 講一點經文再來說法 是因為要覺醒你的佛心 覺醒你的真心 讓你明那個心 見那個性 不在24個小時都念著馬尼馬尼馬尼 想成佛 你怎麼可能 那你最後是馬尼王 對不對 你是大財主 你是你天天念錢 有些人為什麼會成為富豪 天天念錢念的結果 你們為什麼天天念錢錢不來 念不住他 為什麼 一會兒念錢一會兒打妄想 你24個小時都念錢 你也成佛好了 你念不住 怎麼念不住 我前兩天跟一個我的學生在交流的時候 他就是有一天 他每天買他的門牌號 就那天沒買 為什麼沒買呢 他這個因為生氣了 因為跟經理這個說他什麼什麼事兒 然後他生氣了 結果氣得不得了 結果就忘了買那個門牌號了 結果就那天就中了一燈甲 我說是能中多少錢 他說四萬塊 我說哎呀你這個氣好貴 你念錢都念不住 你念個門牌號你都念不住 所以你發達不了就在這個地方 你那個心呢 被貪臣吃一賣 你的那個我賣 你那個誠恨心 你那個疑心一起 你忘了 說哎呀我都買了幾年了 我這門牌號也不中一個 今天不買 你不買他就不中 懷疑 我都幾年了都沒有成佛 幾年了都沒有中獎 我今天不買了 不買就那天就開 念不住他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念心 念念心 你轉一下 轉一下 就是我既是佛 我既是佛 我既是佛 佛既是佛 我既是佛 我既是佛 你念念在這個地方 你不可能不成佛的 那你是佛了 你出門 你總得走路 也得裝個佛樣子吧 不要PDRPDR的雞毛釘啊 對不對 你說話你總要 人話不說 你要說佛話了吧 佛的口啊 你動念頭 你天天念著你是佛 你動念頭 你也得動到佛的意念啊 佛的意念是什麼 眾生太苦 我要救度他們 我要普渡眾生啊 地獄不空 我是不成佛啊 佛菩薩都是這個念頭啊 像啊 裝也要裝啊 所以大家要求法之前 先挑心 先挑狂心 今天老師這個法可不得了 自信佛法啊 錯了 你覺得法珍貴 不是的 是心珍貴 你那個心田要準備好 你把心田準備好了 師父點種 種出來的就是佛國 你的心田不準備好 老師點的種子下去爛掉了 所以心地法門 你要先挑挑自己的心 挑什麼心 又來了 出離心 菩提心 大悲心 菩提為因 大悲為根 才有方便為究竟 你們現在是方便為因 方便為因 就是哎呀 我現在是做凡夫 我就做凡夫 我怎麼地做凡夫都行 我忘了念佛了 這方便為因 所以你就永遠不能成佛 你顛倒了 方便是在最後 是因為要度眾生 我要用各種各樣的巧覺 技巧 緣分不同 我用不同的緣去度不同的眾生 這叫方便為究竟 前面一定是菩提是種子 大悲是水 沒有水 種子是不能夠開發結果的 所以是大家要求法之前 先修心地 先修心地 那麼心地好了 所以我們這次去尼泊爾 我們稱之為聖英之旅 心地好了 你的這個心地 對應著我們的就是黃庭 就是你的心和意 後天意和先天意 我們這個意為念頭 為作用 後天意是你作為一個人 從出生到現在 受到這個知識的教育 環境的影響 形成的這個意念 它包含著前五時 第六意識 第七意識 第八意識 這個都是後天意 第八意識裡面是你過去 生染污的後天意 它不是今生的 它有過去生的 但第八意識 今生的也存在那兒 你從小到大的都存在那兒 這都屬於後天意 這叫實神 實神就是你的認識 你的知見 你這一輩子積累的知見 這行對那行不對 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 這都是你的知見 修行人要遠離善惡的二分法 沒有固定不變的知見 這樣才能夠真實的成佛 叫超越善超越惡的超越法 在這個基礎上 你才能究竟的去成佛 所以這是後天實神的一個進化 後天實神往往是在你的心裡面 就是你的肉團心裡產生的善惡的念頭 這個心石跑到了大腦中形成了念頭 大腦是個電腦屏幕 是個電影屏幕 你放什麼播到它就展現什麼 所以人真正會起心動念的不是你的大腦 是你的心 叫心念 心在什麼 心 普通人就是肉團心 這個肉團心 它有個什麼毛病 在解剖學上 我們的肉團心是偏左的 所以說我們在修煉界 大家要知道 你要用肉團心修煉 你就會修一個偏心眼 什麼叫偏 不正了 這是正中線 它偏了 這叫偏心眼 為什麼我們到哪都要在地裡賣線上修 這叫正心眼 你那個叫偏心眼 斜了 歪了 斜了 不正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要正心成意的功夫要下足 就是我不能夠用自己的肉團心理的第六意識 第七意識 第八意識去修 我要用正心去修 正心是止於一的心 正中文字是止 上面加個一 叫止於一 止於一 這個一是什麼 一是陰陽合在一塊沒有陰陽 大明 大明中始六腰皆陽 體內的大明 把它凝聚成的保月輪 這叫做止於一 所以我們先期要把保月輪放在俄前去凝聚 後面要把它放在胸腔正中央開蓮花 這就是正心的功夫 你就不使用了自己的第八十的裡面的東西 前八十的東西 在正心的這個基礎上 我在用正心的力量 五方佛的光透到自己的心臟裡面 使自己的心臟左心房右心房 左心石右心石裡面七個竅 竅竅竅竅皆光明 然後打到裡面沒有染污沒有善惡 然後這個時候轉了自己的前八十 產生的大圓鏡之 妙觀察之 這個平等性之 成所作之 轉八十成四智了 只有在正心的基礎上 你才能轉八十成四智 使用正心之后凝聚的光去照見五蕴皆空 你才能轉八十成四智 沒有這個功夫 有些人轉八十成四智 不要用這個八十 實際上他在說這個的時候 已經在用八十了 他沒有正心的功夫 怎麼去轉 轉不了 他沒有真心怎麼去轉 所以在密法裡面 為什麼把第九意識的阿摩羅史 跟前八史分開呢? 在顯宗裡都叫第八如來藏 就是阿賴耶史裡面有淨分和染分 他們這麼區分 但是在密宗裡 把淨分讀出來講 叫第九意識 叫阿摩羅 獨立於阿賴耶史去講 好 這個好 這是為大家認識什麼是真心 用真心 用真意 大家記住 種種子 找到佛種了 菩提心月輪即是 記住這個話 這是龍樹菩薩告訴我們 不是我告訴你們的 離開這個月輪 你就沒有菩提心 你就沒有佛種 你就沒有菩提為因的 因果的種子 你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這次我們的寧寶兒之旅 我們的殊聖在哪裡 那麼殊聖就是大家一直看到的這個大白塔 從加特滿都的大白塔到我們在文殊廟 文殊廟我們考察了一下歷史 大概距今有兩千年的歷史 兩千年的歷史 釋迦牟尼在這個地方曾經收了一千五百個弟子 他在世的時候 在尼泊爾傳道 在這個地方 你們叫猴廟這個地方 我們在釋迦牟尼的廟裡也看到猴子了 在四個角兒 塑了四個猴子 這個為什麼叫猴廟 就是你們整天像猴子一樣的瞎胡鬧 上蹿下跳 心圓一馬 這就叫猴廟 能不能把猴廟變一下 這個要鎖心圓 拴一馬 把這個心給正了 正到中央的這個心上去 再用這個照著自己去成意 把它真心放到位裡面去 叫真心到位 也就是相當位這個地方 是人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地方 是你的心地的地 土地的地 心地法門的地在哪 就是黃庭一窍 這是自古以來不傳的秘密 所以說我們把真心這個放到自己的胃裡面 這個真心是什麼 真心我之前講過了方寸 方寸這個方是什麼 方是立方體 為什麼是寸 大概它小 我們的古寸就是你的中指取起來就這麼大 你的心有多大 心不大就是這麼大 一個立方體 這個叫方寸心 我們經常說 哎呀 我最近方寸大亂 不知道怎麼做事情了 這個古人是文雅的說 實際上這個文雅 它是指著自己的正心亂聊 我們現在人連正心都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你早亂的爛七八糟了 因為人家還知道有個方寸是心 你們都是肉團心是心 偏心眼是心 我想的都是我的孩子 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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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是我的 因為你在偏心眼上 偏著自己自私自利的 所以正心就是不能有我 叫人無我這個水平 人空法空這個水平 所以那麼你不能為我 只要以念頭裡面 一直發現這個我 你就是凡夫 什麼時間你做任何事情都不站在自己的利益 不是為了自利 不是為了自私自利而做 你就真正的正心了 你放在一個天地公道正義正道這個水平上去處理事情 是我的孩子跟別的孩子 跟別的孩子打架 那平平里是你的孩子對還是別的孩子對 如果是人家的孩子對 我讓我的孩子登門給人家道歉 這就正心了 不能說兩個孩子打架 這是我的孩子 這是我的孩子 那是人家的孩子 我管他 我的孩子對不對 都是你的孩子不對 這就偏心眼了 你失去了一個正字 失去了一個正義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們做事情為什麼離佛那麼遠 因為你總是喜歡在肉團心中轉轉 然後沒有下足正心的功夫 正心之一 沒有我 沒有他的分別 沒有二的對待 不是我他的對待 是事實真相的一個平定 這就是天地正氣 人間正道 所以我們很多人這一輩子 被親情所左右了 我為了照顾我老婆的感情 我不修道了 我為了照顾朋友 我是跟朋友一起很要好的朋友 我朋友不修道了 我也不修道了 你這都是私心 就偏心眼 純情即度 你一定會在六道中再生死輪迴的 我不管我的老婆願不願意 我不管我的父母說的對不對 我不管我的朋友說的對不對 我放在一個天地正義正道正氣這個方面 我去平定 這就對了 所以你們要下足正心成意的功夫 所以是修身 自天子一致一殊仁 一是以修身為本 何為修身 那麼修身在正心 在誠意 誠意方吟 不誠無物 你世間事情 你不真誠真意的下足功夫 你也難以成就 何況出世間的成佛的功夫 何況出世間的成佛的功夫 言成 言成 言成就是真言宗 我說成了 它就成了 這叫言成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 我是 在 內在 形語外的 就是我裡面有這個力量 我有正心的力量 我使用正心的心力 它是可以支配物質的 可以產生波的 所以它裡面是有直能的 就是直是物質 能是能量的 說我要麼不說 我說它就變 我說它就變 這叫言成 我只要說了 它就成了 為什麼我們修煉 一生成佛的法門 它叫真言宗 真言宗 為什麼從你嘴裡永遠要凸象牙 不要做狗嘴 狗嘴裡它凸不出象牙 亂說話 所以修行的師父 他為什麼不能夠罵人 不能夠詛咒人 不能夠說人的壞話 因為言成很厲害 他只要一說 這個事情就成真了 所以這個是什麼 誠意 是真心要放在哪裡才能誠意呢 真心到位 也就是你把這個圓光 五臟擠去的圓光 心肝脾腎肺 畫出來的圓光 要放到自己的胸膏膜下面的降弓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下面是什麼地方呢 下面就是什麼 下面就是這個真土 就是你的黃庭 黃庭是個庭院 庭院裡的宮殿叫降弓 在我們密法裡面叫月亮弓 什麼叫月亮 月是超月的意思 量是數量的意思 那麼超越數量 數量不可計 那就叫無量宮殿 無量宮殿到底有多大 大盡虛空便法界 小拿入戒子之中不為小 今天科學家稱之為一個光子 一個量子 量子大概是我們的戒子的百萬分之一 那麼小 就是這麼小 早在佛陀說 戒子是我們人類知道的古物裡面最小的 因為當時的印度是農業社會 所以它用戒子來形容 這個光可以壓縮到戒子裡面 但是戒子還太大了 那今天有數字了 是百萬分之一的 那麼小 你想像不出來 我們細胞已經很小了 要用這個電子顯微鏡去看 細胞裡面 又有這個什麼 又有這個染色體 染色體裡面又有DNA DNA裡面又有碱基配對 碱基配對裡面才是光子 你想它有多小 大家知道 我們的聖賢 是科學家 我一直強調科學修煉 科學修煉是科學家 所以你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耳朵的力量 叫觀聽之力 然後把自己的這一團明光 送到窮龍閣門下面的降宮 安置在黃庭上面 這個黃庭才是真土 它是一個方形的地基 這次尼泊爾之戀之旅 你們去看到了 我特意在盧比尼藏傳佛教的殿的院子裡面 讓你們看到那個黃金地基 黃金地基 在那個基礎上在練自己的 建自己的什麼 月亮宮 所以大家自己要自問自己的 心地法門如何了 正了心了沒 你為自己修煉 為自己家人修煉 為自己的父母能夠生極樂世界修煉 為自己的九族修煉 都不對 這些虛空變化界的所有眾生 都是我們的如母眾生 連螞蟻 連蝴蝶 連蚊蟲 你們痛恨的蚊蟲 都是你們的父母 都要去讀 這次我在盧比尼做了一點小試驗 你們第二個組沒勞得著這個試驗 因為你們帶了防蚊藥了 把那些眾生都趕跑了 第一組的人比較慘 到了那裡我說 OK 現在開始打坐 誰也不允許動 蚊子咬就給他咬 有真聽話的 真聽話的身上全部中招 蜜蜜麻麻幾百個包 藍匹尼的蚊子有個特點 它咬了你 只要你心不動 你是空性的 你是明性 你是覺性的 它不起包 只有小紅點 證明它吃了你的血了 你要起了心 動了鍊了 煩了 它就起個大疙瘩 所以你們起沒起疙瘩 就剪去 馬上就看出來了 那就是你連蚊蟲還不想肚啊 釋迦牟尼為了肚眾生 牠看到老虎 母虎要餓死了 有四隻小老虎 母虎一餓死了 四隻小老虎就一定會餓死的 舍身為虎 這個也在尼泊爾 因為那個路實在我們去不了 它那個要用吉普車 我們五十個人 差不多要四五輛吉普車 找不到那麼多 它那個路都是這樣 你們這次去已經嘗試了路不平 是什麼感覺 但是到那兒都是這樣的 基本上要翻過去了 那個創古仁波切在那兒建了個道場 咱們要好好掙錢 真有真掙到錢了 把那個路給修平了 你們就可以去到 這個釋迦牟尼以身四虎的 不是釋迦牟尼成佛的那一世 是他前面的幾世 也是在尼泊爾修煉 用自己的肉身為了老虎了 為了老虎了 真為了 不是想像著為了 你們做一個古仁波的法師 想像著把自己剁了剁了 餵老鷹了 為什麼 真為了 真為了 你們餵個蚊子 就在那兒牢牢叨叨的 埋怨拜天 讓你們餵老虎呢 不把老十先吃了 所以你們是真修是假修 在這兒就檢驗出來了 能不能知道蚊子在咬自己不動啊 你修了空性呢 修了明性 修了覺醒 知道蚊子在咬不動啊 眾生啊 不施啊 這是我的母親啊 我還他的血啊 抱怨 你老是真是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的心呢 不純正 新地法門沒有修好 新地法門沒有修好 給你個高樓大廈 就鬧地震了 為什麼蜜法一致是 強調前面的前行 加行 這個 升起次第的本尊法 到圓滿次第的氣脈明點 最後才大圓滿 才幫你煉自信佛 是自己成佛的 不是靠本尊力成佛的 是因為在前面 都在不停地修你的心地 心地 心地 心地不是善良 心地是堅固 是金剛地基 金剛坦誠 堅固在什麼程度 堅固我既是佛 未度如母眾生 我這一世願成佛 這是密教最根本的殊勝之處 密教不是講究三世 五世七世成佛的 那是你實驗失敗 沒辦法再重做一次 真正的目的就是今生成佛 沒有第二世 這就是他的殊勝 所以在大圓滿次第中 就是傳 用法身母來生你自己的 baby 法身近虛空變法界 不生不滅 不垢不盡 不盡 不盡 所以他有多大 近虛空變法界 在佛法中有個母子光明慧 誰是子 你是子 你的入身是法界母 這個法身如來 借你的父母 借母親的子宮 生出你的身體 你是天地子 你是佛子 上帝也是這樣造人的 佛陀 我們的佛法也是這樣造人的 萬物都是這樣生的 天為父 地為母 天地光 進入眾生的生命體中 眾生有了命 有了靈光 有了生命體 有了這個生命體裡面 都有法身如來 因為這個光就是 一個人死他為什麼可以變成一隻螞蟻 我這麼大一塊兒了 我怎麼可以變成一個螞蟻 你死的時候 你的父明點和母明點會聚在你的 黃庭裡面的那個 心殿裡面的不動明點 三個明點合 你就是一個光點 是戒子的百萬分之一 螞蟻比戒子大 所以是螞蟻的靈也是佛性 也是法身如來 不單螞蟻 它這個百萬分之一 細菌的命 也是這個如來 也是法身如來 母親生孩子 不管孩子是什麼樣子 她都愛 所以是我們的近虛空變法界的母體 大家要認知 所有的眾生有了形體之後 都叫子體 我們為什麼讓大家去練近虛空變法界 練空性 你要在最後的一點顏面的時候 跟整個虛空合體 這個在老子有一句特殊的話叫什麼 以知其子覆守其母 為什麼子太小了 你再大的一個人 你都是很小的 但是母體大 當你守母體的時候 你的毛孔都炸開 穴道都炸開 這個時候你的每一個竅 和母親抱著你的身外的這個母體 就竅對竅 嘴對嘴了 這就是竅絕部的腰絕 這個時候你體內的七萬兩千條脈 都變成了母體 都變成了母體 向內傳述能量的通道 你只要煉成空性光明的 這就母子光明慧了 母子光明慧 母生了你的肉身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無隕結成的五濁之身 母親為什麼大愛通過 翘對翘、嘴對嘴的連接 要把光再傳述到你的肉身中呢? 它乃是讓你變成金剛不壞之身 這就是抱身的成就 讓你的肉身和母體一樣的 圓滿寂滅、涅槃、不朽 獲得永生 那麼這個時候它怎麼才能做到 使你的肉身真正變成金剛身呢? 它要進去 這種光要進去你的不死明點的那個鐵蓮花中間 在這個鐵蓮花裡面有一個發生如來的種子 就是你那個不死的 不死的它就是金剛 它就是永生 不死的明點 它要讓這個不死的明點 開花結果 那是種子 開什麼花 結什麼果 為什麼釋迦牟尼一再強調 俠滿的人生 這麼難得 所以既然 那是你的不死明點 可以融入你今生父母的信息 它是用你肉身裡的全息的結構 濃縮、壓縮到這個明點裡面 使這裡種子結果的時候 長得跟你現在一模一樣 這就是我們這次在尼泊爾看到的佛母 手中抱著佛子 這樣珍貴的教法 並且這一幕是在這個塔的正中央 是真正的佛母誕生佛子的技術方法 所以這來自什麼 最近我們一直在推金剛楚 是九天九地的能量的玄 而我們體內的那個不死明點 外面包著九重鐵蓮 它是金剛的 它怕被你的這一生的貪神吃一慢染污 所以它為了使它不染污 外面包了咔咔咔咔 九重鐵蓮 要想打開這九重鐵蓮花 非得要用九天的能量 和九地的能量 九天和九地要螺旋著交光 用這個光 才能打開一重蓮花 所以非得要九道光 來開這九重鐵蓮 你的不死的明點才能出來 才能使它做種 然後使你今生肉體的全息信息 在這個種中化現 光中化佛無數億 化出的佛 這個時候才長得像你 才叫你的自行佛 發身是我們的母體 爆身佛 這個子體 這個子在體內慢慢長大以後 和你的肉體圓融結合 這個時候你的肉身 就變成了爆身佛的殿堂 這個時候你的身口意 自動的轉成了佛菩薩的身口意 因為你的肉身裡面的那個子 它已經跟你的整個肉身 眼耳鼻食身完全長成一樣了 融合成一體了 這個時候才是爆身 這個時候有了爆身以後 不停的修煉 有了爆身有了發身 光中化佛無數億 化出無量的個你 到法界中修 無量的因緣 還掉無量無時節的欠下的業者 收拾靈光圓滿 當化身 化身 爆身 收拾靈光圓滿以後 你才肉身的爆身成就了圓滿爆身佛 還沒有成圓滿爆身佛之前 你如果修成了自己的自信佛 你可以成就菩薩身 成就法王身 菩薩是還沒有圓滿的佛 所以大家知道什麼是活菩薩 什麼是真正的金剛上師 真正的活菩薩 真正的金剛上師 是他有爆身出來了 爆身還沒有圓滿 他已經完成了 他已經完成了以自己的母 培養了自己的子 子長大了和肉身合體了 這樣才叫金剛上師 他已經身口意 如如不動 雖然視線的凡夫相 還有肉身在 但是他的身口意 已經是金剛爆身的身口意 這個時候沒有圓滿 所以他要靠自己的光來畫佛 無數意 畫菩薩眾意無邊 然後到無量的法界 普渡眾生 皆度有緣 等他的功德圓滿以後 他的爆身才叫圓滿爆身佛 圓滿爆身佛稱之為盧舍那佛 我們的法身叫匹盧遮那佛 我們的化身都叫釋迦牟尼佛 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 將來你修到了自己的金剛爆身 還沒有圓滿的時候 外面畫出的無量小佛 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諸佛菩薩以什麼身度眾生 以化身度眾生 化身入你的夢中視現 化身無處不在 你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恭敬的這個金剛上世 他的化身都在你的身周圍護持之地 這在佛法界宗教千江有水千江月 你那麼只需要自盡其義 只需要把自己化成一團清水 上師就在你的心中 你要空、你要明、你要覺 上師和你同在 所以說沒有金剛爆身的上師 不稱之為金剛上師 不是說我們金剛聖的上師 都是金剛上師 大家要在這個地方認知 因為他金剛是不壞 金剛是不朽 金剛是永恆 所以只有自己激活了自己的 九重鐵簾中的那個不死明點 以它做種子 以你的肉身為模型 才能煉出體內的金剛身 才能煉成不太圓滿的金剛爆身 有了這個才去圓滿它 度盡你因度之眾生緣分盡了 都了了 你就圓滿爆身佛成就了 不圓滿的金剛上師的爆身 在人間可以見到 當上師圓滿了他的金剛爆身的時候 他已經不在人間了 他在色究竟天上面 只有你登地以上的菩薩 才能到到色究竟天 也就是色界十八重天的最頂的那個空間 它叫石爆莊顏頭 我們的髮身在長寂光圖 我們的爆身在石爆莊顏頭 圓滿爆身的師父 他就有髮 爆 化 銅體 都在石爆莊顏頭 然後以化身再化現成種種身 入你的夢境 入你的定境 你自盡其意的時候 其請上師的時候 他和你同體修著 所以大家對整個修煉 要有一個深刻的認知 不是你正了空性 正了明 正了絕 就完事了 這是明心的次第 見性的次第 一定要使自己的性體堅固 性體 金剛 使自己的不動明點裡面的種子 以你的肉身化現 成金剛神 成爆神 這就是自信佛修煉的秘密 這就是釋迦牟尼在尼泊爾 給我們留下的重要的法覺 這個法覺今天在人間 我沒聽說過 老師今天給你講的頭頭是道 我是之前沒有聽說過的 這是在釋迦牟尼的出生地 他的傳法地的尼泊爾 他老人家清傳的 以前我知道要練爆神 到底怎麼練 我知道技術方法 理論不完善 這次我們通過 釋迦牟尼留在南匹尼的秘密 留在尼泊爾的秘密 我們可以把理論和法 理髮圓用了 很多法我的上師 熊春景教授 傳過我 但是理在佛法上怎麼講 這個理這是釋迦牟尼親傳的 他讓我看他留下的東西 講解他的秘密 這種叫鏡像傳法 就是師父們 以他的不朽的金剛身 畫線 成這些器 畫線成這些浮雕 或者裡面的坐像 展現出來這些完整的叫法 為了大家快速的成道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的留一點時間 下午的時間段 下午的時間段把自信佛 修煉法的信息 中到你們的心間 中到你們的心間 那麼希望 當然這只是信息的播種 那麼你什麼時間能夠真正的把自己的抱身 因為他在九重鐵鏈中 你什麼時間把他能夠真正的開啟 把他煉成和你的肉身同體 我相信是因人而異的 什麼人可以快速的和他這個法相應的 老師前面強調了三個心 初離心要趕緊的生起來 真的死亡就在你們身邊 我們不能保證我們能活到多大年齡 活到什麼時間 這個初離心現在就要生 不是說等我孩子長大 等我賺到幾百萬 賺到幾千萬 等我成就了我退休了 有些人等我退休了就來修 結果空難死了 你沒退休你就死了 你這一世還有機會修嗎 有的人說老師等我死了我再來修 等你死了你更沒辦法修了 活著你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死了你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所以這個是初離心當然要重視 菩提心眾生都是母 當你在那個狀態下 近虛空變法界的所有的眾生 都化成光點向你的體內融入的時候 你就會真的體驗到 原來一棵小草 它也是佛 它為了你成就 它捨掉它的光 融入到你的身體裡 所以大家要知道到那個時候 你才會真的心裡在流眼淚 原來這些如母眾生 它真的在幫你 蚊子盯著你 你看到的只是一個包 它為什麼要吃你的血 因为他要去生baby 生完baby的蚊子都会死 他活不过的 只要他把baby生了 他就死完了 他因为你是个修道者 他吸了你的血 他死的时候 他那个灵光 宁愿进去你的身体里面 还你那一点债 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从这个上面 你的大悲心要生起 你的菩提心生起 没有对错 有的人说 我回来拉肚子 这个尼泊尔细菌 真是哎呀哎呀妈呀 细菌也是众生 拉肚子只是拉了个肚子 你怎么不想想 我们要想长生不死 这个要长中无始 就是你肚子里的 这个肠子里面要没有始 你怎么不感谢 感谢这些细菌 把你这么多年的那些 污浊的垃圾给清出去了 没有这几天 那拉肚子 你会脸变白吗 没这几天拉肚子 你会身体变得光了吗 说是我们总是埋怨抱怨 你没有想到众生 所有的目的都在帮你成佛 没有对错 没有染尽 新加坡干净 这个宁波尔污浊 那是你的分别性 你看看宁波尔那些人的心地那么纯善 那么知足常乐 你不觉得惭愧吗 你们拥有了这么多 还觉得不够 还想再拥有 他们拥有的那么少 知足常乐 还在乐于助人 你不觉得惭愧吗 背着你们上山 我问了一下 大概是不到一百块新币 从卢卡达机场 背着你到黄庭 一个上一个下 你干吗 给你一千块你干吗 所以是人的贪婪 我们要精心 这个人心不足 蛇吞象 你是一个蛇 你还想把大象给吞了 这就是我们反复 修道人 知足常乐 我有吃 有喝 有助 活在这样一个 干干净净的国家 活在这样一个安安全全的世界 我只有报国恩 报国家领导人的恩 报国民的恩 报建国一代 建国二代的恩 我没有抱怨 这就是我们修道人 要调的心态 看世界一切都是净土 看一切都是极乐 而不是见到染和静 有分别 没有 所以是这个调心 正心成意 调调自己的那个错误的心念 错误的心念 然后菩提心要生起 度如母众生 蚂蚁蚊子细菌 都是如母众生 都应当借我体成佛 我成佛的时候 把我一切有缘的细菌 有缘的蚊虫 有缘的青草 鲜花 都度成佛 众生皆有佛心 是从这个高度上去认识的 如母众生 是从这个高度上重视的 不是指度 哎呀 上一辈子谁生了我呀 那就是我的如母众生 不是 这个近虚空变法节的 一切众生都是母 他们的本体都是母体 都是静明的 都从来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要从这个地方 见他的静体 见他的明体 不见他的 有形 因缘所生的肉体 这是关键的 这是关键的 所以是呢 这个 宁波尔的分享之旅 我们相关的都录了相了 这个回头呢 让工作人员会分成片段 上载上网 大家都去听听 大家都去听听 这些是提道于身 提道于心的 发自自己内附 没有导演 没有编排的东西 你们中间很多人 因为这个 后天的知识的障碍 上了台都讲不出来 自己的精彩的分享 我希望你们录音 回去自己放松了 录成这个录音片的 在上载上网 放松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你敢讲 录成音 然后呢 上载到我们将来有一个 分享的一个点 你们可以跟工作人员联系 把自己的这个感受说出来 说出来就在利益大众 和你某一个时代有缘的一个众生 突然听你这一段分享 和你有缘 他就被打动了 他就开始觉醒修炼了 这就是讲经说法 这就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 在讲经说法 在度众生啊 所以不要不敢说 不要不好意思说 你的体验 没对没错 都是可以利益大众的 不要说我这样讲 是不是对呀 我这是不是胡思乱想啊 你想不出来的 你没有那么多的知识 那就是境界 那是当时的这个境界 所以大家要继续分享 继续分享 那尤其我们将来 在拍这个 释迦牟尼有话要说的 这个纪录片 我们会分五大主题拍 第一个主题就是释迦牟尼 他说要让大家知道 我这个活着的时候学了什么 很多人看释迦牟尼成佛太容易了 no 他虽然是一生补处佛 上一世就成了 什么叫一生补处佛 他在来的时候 他就是金刚身的 一生补处佛是 挣到了十地 法阴地之上的 妙学等觉 他就来了就要成佛了 所以他是金刚身 他跟我们是 父母的因缘所化身不同的 所以他为什么落地 他可以走七步 很多人说这是神话 no 他是金刚身 他不是我们普通的 这个宝贝的孕缘身 三魂七魄 投胎身 不是 他已经默然无魂了 庄子说默然无魂 他没有魂魄了 为什么没有魂魄 他体内都是光了 因为他的种子就是 一生补处佛 所以他才可以下来走七步 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容易啊 你们的宝贝是不能走七步的 除非有个一生补处佛 再来投胎 没听说 那等着弥勒菩萨可能来了 他会走几步我不知道 经常还没说 大家不要用人心去听这些神话故事 不是神话 真实的 至于说看到多少龙给释迦牟尼洗澡 这个将来片子里我们都会讲 但是他终于是这个样子 他来到人世间 他是不是一下子就被大家当成法王 膜拜 几岁就开始膜拜 去顶礼去供养 去什么 没有 他29岁才出家 29岁出家之前 你们都从29岁过来的 你们的孩子都在29岁过来的 那么你们的孩子29岁会学什么 没有什么都没学啊 整天的做王子在那玩乐 火刷八道什么 他的父王为了培养一个明君 所以是他在29岁之前 英明学 逻辑学 这些一方明 这些五明 他都学了 怎么打坐 怎么修炼 他都学了 所以是这个 施加姆尼要大家知道 你要老老实实的学东西 施加姆尼活着学了什么 这个很重要 他29岁出家 他跟外道六师学了什么 很重要 正因为学了这些东西 所以他可以在山中做六年不起病 每天吃一粒燕麦 叫壁谷树 你们刚才不有人分享壁谷吗 你不懂得壁谷 你一天吃一粒燕麦 你可以活命啊 早都饿死了 那是正啥佛啊 所以这些 施加姆尼不希望我们佛教徒有大我慢 我们佛教是最殊胜的 印度教不究竟 施婆教 修读教不究竟 什么叫不究竟 只有我们佛教究竟 只有我们佛教 施加姆尼是要打到你们的我慢 你佛教徒了不得啊 佛教徒里面很多魔鬼 不是我说经常说 某子某孙穿佛袈裟 受佛弟子的供养啊 那很多魔鬼啊 化现在人间 化现在佛教里 你了不起啊 施加姆尼不让人家有这个大我慢 不要以佛教徒而自居 没有 你是佛教徒 你也有六道生死轮回 你只有学了施加姆尼 一生成佛 所以要学东西 怎么学 法门无量 谁要学 不单是初世间法要学 世间 你要做会计 你要做最优秀的会计 你做律师做最优秀的律师 你做医生做最优秀的医生 法门无量誓言学 服务大众 利益大众 解除大众的身心灵的病苦 怎么能不学东西 懒塌塌的整天 就是玩手机 就是传下话 在手机上浪费一天又一天 耽误自己的生命 施加姆尼说 第二个说 要告诉大众 我悟到了什么 我普通树下悟到 我悟到了什么 他悟到只有一个 众生都是佛 就这一句话 他说 为什么你们都是佛 不是佛呢 哎呀 妄想执着 就像他以前妄想当国王 后来他觉醒了 不当国王了 因为妄想 你这一生有个理想 你要实现你的理想 你不停地去执着 追求这个理想 所以你是众生 迷了众生 我觉了 这些追求是没有用的 我要追求 我就要追求 今生成佛度如母众生 并且你要从什么地方开始 你就是当下 你就必须是佛开始 因为你必须是佛 你就能使自己的身口意转了 那你今天所做的 你现在是佛 你用佛的身 用佛的口 用佛的意 你就在做功德了 不要我是凡夫啊 是佛度众生 是你的事 跟我没关系 No 你现在就是佛 你要这样认知 你没有一个时间 不是佛的 你本体是佛 你只不过是迷了而已 你妄想着 执着了而已 你把妄想和执着打掉 你转过来 你不就是佛了吗 是释迦牟尼告诉我 要让大家知道 我悟到了什么呀 不是这个千经万经 大藏经 不是的 是就这一句话 就是你们原本是佛 为什么我下这么大的苦力 来再陪你们 就是因为你们是佛 你们就是佛的种子 你们就应该开花结果 你们就应该这辈子成佛 不要到下一辈子 就这么简单 就因为你们是佛 你们有这个成佛的资格 这就是释迦牟尼误导了什么 释迦牟尼说 还要让大众知道 我说了什么 释迦牟尼一辈子说了 三藏十二部经理论 所以是通过化身说 通过一些正德的师父们说 都是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说 说三藏十二部都是佛经 都是佛说 所以大家要一了一经 不要以这个不了一经 不了一经 整个屋子装不下来 这个屋子都装不下来 了一经只有一个 你是佛 你应该成佛 就这一句话 抓住这一句话学 抓住这一句话去修 去练 去改 改掉自己不是佛的习惯 改掉自己不是佛的念头 改变自己不是佛的说法 你就可以成佛 就这么不停的修改修改修改 释迦牟尼说 还要让大家知道 我教了什么 成佛 有technology 一个人的觉悟 从谜到觉 不是你们认为的 我明白了就可以做到 明白和做到 差距太大了 有一个方法可以赚五百万 你也明白 人家也明白 人家真赚到五百万在手了 你说有什么了不起 那个方法我也知道 结果到死你也没赚到五百万 你知道赚五百万的方法 你就拥有五百万了 你不是照样没赚到那五百万 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赚到了 为什么你没有赚到 你没有去用技术方法 你没有用这个方法 你没有实践 你没有亲证 就是你永远只是一个空中楼阁 想成佛的 或者有成佛的方法的人 你不是佛 说释迦牟尼告诉大众 要告诉大众 我教了什么 所以是他教的东西 没有丢失 在古庙中 这个我们要通过影片 通过摄影机 通过照相机 然后展示给大家 我们这一次的 宁保尔修炼之旅的总结 没有办法 每一个片子给你讲 我们会拍出来 给二十亿佛教徒看 给七十二亿的人类看 这么伟大的东西 这么殊胜的东西 没有失传 他教的东西 用黄金 用黄铜 用这个古庙保存着 那么最后他说 要告诉大众 我做了什么 释迦牟尼做了什么 他是皇帝的料 他是皇帝的命 他都不要了 所以他的名才被传了 两千五百年 你们现在还在做着皇帝梦 我要有多少地产 我要有多少 这个多大的宫殿 我要有多少黄金 我要库里有多少金银财宝 你们这样可以成佛 舍得舍得 他正因为在世的时候 有那么大的富贵 做皇帝的命 舍了 说今天全天下的佛教徒 他的弟子修道的时候 不会缺道资 有的人说 老师不对啊 我是佛教徒 我就劝钱啊 对不起 我告诉你 你不是佛教徒 你是真的佛的徒弟的话 不是那个信教的 不是那个迷信的 不是做奴隶的佛教徒 你是佛的徒弟 佛教出来的徒弟的话 你永远不会缺道资 你缺道资到OSS来 我给你 你如果真是那个徒弟 真肯要成佛这一辈子 把身口意都交出来了 你不要为自己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缺道资 是假的佛教徒 又想成佛 又想赚钱的人 才会缺钱 我警告你 你不要再来装佛教徒 你不想做 什么叫徒弟 徒弟就是师父会的 你都要会 什么叫教 师父教的 教你会炒菜 师父会炒菜 教你会 你必须会炒菜 这叫真的佛教徒 你只是 是不是会 偶尔的上上香 拜一拜 这个不是佛教徒 这叫什么 这叫 迷信 你相信佛能让你中彩票而已 你相信佛能给你看门而已 有的人 我去按神座 非得要 让观音对着大门 我说 为什么呀 师父 我经常出差不在家 让观音给我看门 哎呀我的妈呀 这是佛教徒 请个观音当保镖 看着那个贼不进门 这就是佛教徒 胆子大得很 你请这个李显龙当你家保镖 然后不去做总理 去干国家的大事 跑到你家当保镖 你请得起吗 诸佛菩萨是那些度众生的 他是给你看着你那个贪的钱 不被人家丢吗 你不是真正的佛教徒 别冒名顶替了 所以释迦牟尼正因为把他的钱都捐了 把皇帝味捐了 所以今天的佛教徒真的佛门弟子 佛门徒弟 释迦牟尼的徒弟皆富贵 不会却道子 因为你修道的时候 龙天忽悠 很多祖师在修道的时候没东西吃 山中的老虎去给他雕东西吃 你没听说过 天人去供养他的饭 以前一个师父修道 然后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有人送饭 然后结果是后来他一个朋友来洞里 住了一天 结果那天没人来送饭 他想在朋友面前显示一下 你看一到中午 然后就有人送饭来吃 天人感动天人来送饭 结果那个朋友走了下山了以后 天人又来送饭了 他说昨天你们怎么不来送饭 把我饿了一天 他说昨天不得了 我们来了以后进不来 那个一重重的护卫 然后你这昨天有什么大人物在这 他说没有啊 那个家伙一不修炼 睡觉还打呼了 然后我在打坐 他还在不打坐 他这个打呼了 吸了呼了弄得我都不睡睡不着 他说不是 那个是真佛菩萨 哎呀 龙天忽悠 几重侍卫 然后根本我们这些天人靠不进 进不来 他这才知道 那个人家是成道的人 这个故事说明两次 一个就是你真修道的人 绝对不会缺道资的 第二个就是 这些东西也是假的 也是患的 你追求他干什么 能够护住自己的命 哪怕每天只有一粒燕麦吃 我想你们没有燕麦 一粒红枣应该比燕麦还好吃一点 对吧 一粒大红枣放在那 360颗过一年 这个总会有吧 你有没有那个精神去成道 所以大家就是在那 哎呀 我非得要有什么钱 我非得要有什么 我才能够成道 你骗谁啊 所以他说 我做了什么 要让大家知道 那么我们有没有做 释迦牟尼 成佛了 成佛了 他一看没人请他讲经说法 他要走了 他直接要去色究景天了 结果天人着急了 下来请法劝他 化现成他的弟子 最后他这个好了 有这个缘就开始讲 再给吴比丘讲 这一讲讲了49天 老人家吃着脚走遍了尼泊尔 走遍了古印度 吃着脚 不坐马车 不被人背 不要台服 80多岁 也还是吃着脚 自己一个人走 金刚经上 为我们演绎 他老人家吃饭的时候 是托着脖自己去要饭的 没有徒弟要了饭 回来供养他的 今天可好 这一个大活佛 真了不得 走哪里 山庸海湖的 这是佛吗 佛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们真遇到一个佛 他是平常的 比你还平常的人 他没什么了不起 他就是一个 有正量 有功果 有成就的一个人 他以人的心态 平易近平地接近你 帮助你 关怀你 不是穿着一个什么衣服 然后一走哪一群 山庸海啸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释迦牟尼说 你看我怎么做的 你看你们现在怎么做的 这了不得了 谁的名气一大都跑过去了 释迦牟尼刚开始 只有五个徒弟 只有五个徒弟 名气大吗 知名度高吗 要先传吗 很多人说师父 你这个先传力度不够 你这个法宝这么多 你这个法这么多 你这个这么殊胜 我说佛门广大 不度无缘 是有缘的终究回来 我相信你们都是有缘人 咱们就好好地一起 做个普通人去成佛 好 我们这一段就讲到这儿 然后待会儿我们传法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